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之前我一年做了幾集 介紹有關ONSHAPE的使用 大家都知道我影片不單放在YouTube 我還有放在西瓜視頻 我真的想不到 那個反應會這麼大 連國內的朋友都留言 叫我多教幾副有關ONSHAPE的使用 之前都說過 二、三十年我都是用 SOLIDWORK和Inventor 所以對我來說ONSHAPE都是新的 我想說,在立體設計方面 反而要求我們對基本畫圖的訓練 像我們這些幾十年前 已經是開T 三角尺畫圖的人 就算一個新的軟件 到手不太熟悉 都可以憑著我們對繪圖的認識 而去摸索怎樣運用軟件 去畫出我們心目中所需要的東西 正好在疫情期間 阿少峰就問開我 陳Sir,究竟怎樣畫齒輪 好了,今天就讓我借著畫齒輪這個題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我ONSHAPE的時候 如何運用到我們在幾何和繪圖方面的思維 同時多教大家幾招 讓大家可以畫到自己心目中所需要的物件出來 當阿少峰跟我說到他要他畫齒輪 我立即第一個想法就是你畫齒輪是做什麼 因為如果你告訴我 我畫齒輪用來做Poster 或者設計一個Logo 好像我以前為學校設計的 這個創下空間的標誌 就是一個齒輪 這樣的齒輪是用來看的 不需要用到的 這樣的要求就簡單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真的去使用齒輪 我們要考慮一個齒輪 拖另一個齒輪 它之間的齒數的比例 速度 齒與齒之間有沒有磨損等等 但是如果你畫一個這樣用來看的齒輪 我可以畫給你一個方法 很簡單 就用我之前教過你 按Shape那幾招 已經可以做得到 其實可以當它正常一個物件的畫法 齒輪本身就是一個圓 我們可以在草圖上面畫一個直徑100的圓 然後很隨意地畫出你的齒輪的齒 最簡單就是用一個長方形 然後標示尺寸和位置 又或者你想像齒的旁邊是同心的 不可以 就在圓周畫兩條半徑去到圓心 然後畫多一個小一點的同心圓 標示這隻齒的闊度的尺寸 然後再把多餘的線 當作圖像擦去 那圓上面就崩了一隻牙了 咦?只得一隻牙 然後我就要教你一招 很有用的招數 就是在這裡拉下來的 環狀複製排列功能 只需要複製這三條線條 你就不用再畫其他的齒 做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將預定的3X 修改 成為你需要的齒數 如果做10 立即就在圓周上面有10隻牙出現了 當然在圓周上面多餘的線條也要刪除它 如果你需要的只有一個平面的齒輪 用來做Poster 你就可以把它export出去成為DXF 一類的向亮圖 然後繼續修改設計 如果你需要的是立體模型 或者需要3D打印的 亦都可以將它擠出 變成立體的齒輪 剛才有方法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需要 做一個平面的齒輪出來 或者做一個立體的齒輪出來 都可以 所謂一里通百里米 你亦都可以用另一個approach 例如在草圖上面畫了圓之後 就立即將它擠出成為一個圓柱體 然後再在柱體的面上面 再開另一幅草圖 才去繪畫雅 而畫雅的方法呢 都是跟剛才差不多 這次我們畫了3條直線 就欠缺了圓周那邊的弧線 於是我們用中心點畫護的功能 補上一條弧線 方法很簡單 就是先點原心 再點這兩點 用回環形複製排你這個功能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形狀 複製你需要的數量 而平均地排在圓周上面 成功了之後 我們一樣要做擠出 但是這次是做移除的擠出 那又畫好一個齒輪 以上兩個方法畫出來的齒輪 純粹用來看 如果你真的將3D打印出來 去做些簡單的工作 可能用到的 因為這些齒輪的齒隨心所畫 主要是直線來的 長期地用這些齒輪 是一定會莫損的 我們小時候是何畫織 是有方法畫每一條的齒輪 每一條都有少少弧度 而且也有圓角位等等 如果畫到這樣的齒輪 就算是3D打印 或者是鑄造的齒輪出來 都能夠很順滑地針運用 我之前就曾經做過一個 相機自動雲台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了 導心 讓兩個齒輪可以配合運動 而當中的齒輪 就是用CAT畫出來的 所以你要看到 裝配好之後 大齒輪和小齒輪 是非常之咬合的 而且就算3D打印出來 都可以非常耐用 就像我自己的DIY的相機雲台 都已經用了兩三年的時間 仍然非常之好 沒有什麼磨損 沒有什麼卡住 但是很明顯你要畫到這些 這麼精密的齒輪 尤其是Double Helix 你靠剛才那些土炮方法 一定沒有可能畫出來的 在我以前用Solidwork Inventor 我們都要用到一些Library 我相信OnShip 一樣有這些script 於是我隨便上Youtube 看一下 果然被我發現 有很多人已經說過 如何在OnShip上 用這個Spur Gear的script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 Spur Gear的script 究竟怎樣運用 非常之簡單 只需去右上角按一下 這個加號 然後選擇 Feature Script Samples 再輸入Spur Gear 然後搜尋 收到之後 自然在工具列 就多了一個齒輪的工具 用法非常簡單 按下之後 在對話盒裡面 隨便輸入齒輪的參數 例如齒的數目 齒輪的直徑 受壓的角度 以至於齒輪的厚度等等 這個工具就會自動為你製作齒輪 在對話盒網下看 你還會見到很多特別的參數 例如Root Fillet 即是圓角的比例 而Back Slash 作用就是微調 齒的大小 增加或者減少兩隻齒輪之間的虛位 下面這個Helical的選項 就可以製作有羅文的齒輪 而我之前Double Helix 那隻齒輪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你還可以選擇Chamfer 來減少齒輪旁邊的靈角 最後還可以選用Center Ball 在齒輪的中心開孔 要使用一條Key咬緊的中心 就可以選用KeyWay選項 在Center Ball上加一個粒口粒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幾個方法 去畫齒輪 其實目標不是單止是畫齒輪 因為例如第一 第二的方法 我重點是教大家怎樣用 環狀複製排列這個功能 學懂了之後 你應該學懂線性複製排列是怎樣用 你只要活用 就可以在一幅草圖上面 複製相同的物件 不用畫很多次 而第一 第二的方法 只不過先後次序不同 是看你需要畫一個草圖出來 還是先是create了3D object 然後在上面去做手腳 至於第三個方法的重點 我是想大家去探討一下 是不是有些現成的script 已經寫在這裡 不需要我們這麼辛苦自己動手去畫 掌握了這兩個重點 你真的沒有需要跟我學很多課的un shape 其實拿著這幾招 已經是萬事萬靈 無王不利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請你訂閱 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